东京真是富贵迷人眼 我觉得这话说的不对 千堂才让人迷眼呢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一块精神分症 但是我被人切了 身为黄虫寺的金牌牌 我只要一出现 绝对可以让别人对你恭恭敬敬 那我是一般的存在吗 可偏偏拿着我的这个人呢 他跟别人不一样 我堂堂黄虫司令牌 他竟然切我 可我偏偏不能反抗 甚至动都不能动 我恨 事情还要从之前说起 当时我的主人顾燕罗 还在东京朝九晚五 我每天跟着他风里来雨里去 有时候呢还会被剑上血 但是我觉得作为黄虫司令牌 能粘鞋是一种骄傲 我就很骄傲 我骄傲 但是那一天他接到了新的任务 要去南边一趟 嗯 我还没有吹过南方的威风呢 这一趟我就当去捋个游吧 但是我没想到 这一区竟然改变了我的命运 一开始行动的时候 一切都很顺利 我们还碰到了一个大美人 呦 美的呦 我都想娶她做老婆 可我面前的这俩大只男 一个说人家是乡家爷父 一个在那巴巴巴 毒舌个没完 我看你俩呀 就是那个百年孤独 离开那个小茶坊之后 一切的一切依旧顺利 可是突然门外来了人 上来的就是一顿打呀 那个场面 说实话我也没看明白 我就知道 现在我主子要找的块被烧了 带过来的兄弟 直接死光光 这个废墟里只有我主子 跟那个小娘子面面相训 但是这说着说着话呢 我这个主子给了人家一下 啊 亲手亲手 你你你你 你给我撒手撒手 你这个主子 你活该找不到媳妇 我再次和小娘子相遇 是我这个冤种主子 又被人家帮了一把 这个时候我还不知道 我的主人会切掉我 毕竟他一直那么毒手 我还以为他是故意的呢 没想到他这是嘴上说的很 其实心里早就暗戳戳的对人家有了好感 死鬼 什么德行 值得一提的是 我还被小娘子拿在手里了呢 啊 姐姐看我 看我 此时的我还是一个完整的牌子 但是 等我这个主子抓住一个小帅哥之后 他看到的 却是一个坑坑娃娃的我 因为我不干净了 我被切掉了 我这个主子现在不是落难了吗 他缺钱花呀 所以就切了个边边 打算路上花呢 但是呢 小娘子也没钱 于是他就把我身上的一部分给了人家 那四舍五入 也算是你俩的定情信物了是吧 没事 没事 不就是切边边吗 来来来 再多切一点 小委屈 我能忍 我就是被前堂的女人迷了眼 这就要结果了我呗 行吧 我这就拼了这条名 给你换个媳妇回来 这次之后没多久 我主子就收了个狗腿子小跟班 你看他那样 馋妹 我要是能说话 还有你啥事 我的主子 他竟然还把这个小狗腿带回了东京 而且就在郊外 我又又又 见到了那个小娘子 亲人哪 这个时候 我的主子再一次体现了毒蛇功力 成功给三个小娘子洗脑 让他们重回东京 只是他这一回去 自然会有新的金牌牌吧 如果能重来 我希望跟我的主子互换身份 我也要和小娘子贴贴 我还要当礼拜 好啦 今天就到这吧 拜拜 拜拜 拜拜